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小姑姑 今天7月24号了 早上还下着雨呢 好冷哦 现在太阳出来了 上来拍拍视频 这一颗雪叶坠化 看 我记得前段时间 我不是给它整你枯叶的时候 扒了几片叶子下来吗 我想尝试一下这个品种能否叶叉成功 我检查了一下 这一片 成功了 生根发芽了 但是因为我疏于管理 这个新长出来的根都干枯掉了 这一颗的话我把它拿来扦插吧 其他的这些还暂时没有反应呢 你们看 这个坠化的话 感觉这个盆又小了 它这个这边是因为有个龙头嘛 所以这边就没有长 这边是坠化点 它就不停的往这边发展 到时候我觉得它应该会这样这样这样 扭着扭着的长 然后把这个盆长满掉 你们觉得这个雪叶坠化 有必要换一个盆吗 这样看的话 就是觉得它这个盆里面还有生长空间的 这两边就是还没有长满 这就是我们的雪叶坠化 顺便给大家教一教 扒下来的叶片的作业 有一片成功了 一会儿我去给它定制 再来给大家教教这一框作业 这个是我们3月1号 定制在小白方里面的黑蛋 这个是1号 这个是3号 看来2号没有成功 这个它这边上又长了一颗小车头出来 你们看 同一天扒的叶片 同一天定制 然后它就长得特别的大 这个就长得好小呀 这两颗黑蛋 你们可得向你们的妈妈学习呀 看看你们的妈妈 现在长得多好看 再来看看你们的姐姐啊 看这个是你们的姐姐 你们两颗得茁壮成长 然后向妈妈和姐姐的眼子靠拢 哇 这黑蛋是现在中间的叶片 你们看这个叶形 真的好黑呀 这是她 这个是她的孩子 这个是黑橙子的妈妈 反正所有的黑橙子黑蛋 就是她的后代了 还挺好看的 哇 妈妈原来现在是这样的眼子 你们觉得黑一点好看呢 还是像这样好看 黑一点的话 它更加的神秘 暗黑系列的肉肉 给人的感觉特别的神秘 特别的高贵 好 你们两个先退下吧 然后这些全都是冰玉 除了这一颗是冰玫瑰吉 这一颗是橙蒙鹿 当初这颗橙蒙鹿 我觉得是一个双头啊 小伙伴们你们看 现在我感觉这个地方 好像坠坏了 难道又来惊喜了吗 这双叉又给我带来惊喜了 我感觉好像是坠坏了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这个坠坏点还挺明显的 然后这里还带一个龙头 这一盘的话 我一般浇水都是 在这下面给他们接一点水 他们自己慢慢的吸 这个水上来 很少从这上面浇水下去的 然后这一框的话 我都是放在玻璃棚下面 没有放在路养区的 我们来扒一点黑蛋的叶片吧 黑蛋啊黑蛋 黑蛋繁衍的任务又交给你了 你不要有压力啊 我们先来 我们来看一看 它在下面有枯叶 先把枯叶给它扒一下 这一框的话 我大概有十多天 没给它们进盆了 其实也就是想着扒它们的枯 扒它们的叶片进行翻子 然后冰月的话 等会我看看好不好扒 也可以扒一点下来 你看这上面写的是 1月8号扒的叶片 然后呢 3月1号 定值在我们这个小板坊里面的 这个记录 还是挺完整的 来 我们来看看你的叶片好不好扒 可以配合一下吗 黑蛋 太好了 肥嘟嘟的 你们看 这个生长点 真好 不错 第一片就成功了 给它放在这旁边吧 然后再来这一片 哇 又成功了 大叶片叶叉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这一颗植株 养得肥肥胖胖的 像这种的话 它的这个生长活力是特别足的 我觉得叶叉成功率会非常的高 两片了 再来 三片 这一片也好 下面应该可以用手了吧 我要用一只手来固定一下这上面的头 因为有点摇晃了 又成功了 又成功了 真棒 这颗黑蛋相当的配合呀 主要是它也觉得挺无赖的 我不配合我还能怎么样啊 我们29花园小区的小伙伴们那么喜欢黑蛋 所以它其实知道它一出生 它就有任务的 它的任务主要就是 负责繁衍我们的黑蛋 看这一片好肥呀 真不错 放这里 再来这一片吧 我又成功了 看这个生长点 非常的完美 而且这个叶片也特别的胖 再来这一片 轻轻的一扒就下来了 看 太完美了 好 又来这一片吧 合作愉快 黑蛋 好 我们再来这一片 哎呀 真好 全都成功了 你怎么那么可爱呀 黑蛋 又成功了 再来这一片 哎呀 又成功了 这上面还有一滴水珠呢 看 这还能扒哪一片呢 扒这一片吧 哎呀 又成功了 再来扒扒这一片 这一片 不扒了 不扒了 哎呀妈呀 扒太多了 看扒了这么多 从它身上 完了完了完了 小伙伴们又会说 搞成耳钉了 又扒成耳钉了 这一棵的话我把它拔出来 然后给它种下去一点 否则它这样的话实在是摇摇欲坠的 对它的那个生长不太好 不要批评我啊 小伙伴们 我也是为了你们 你们那么喜欢黑蛋 我才扒了这么多一片下来的 这一棵黑蛋 你可不要闹情绪啊 我我 哎呦 你们看 它这个根长得还不错 我就这样吧 给它放一点控制肥 然后我再把它放下去 这样给它种低一点 它就不会摇头晃脑的了 这是刚才的原生图 有点歪了 小伙伴们看 这是及时的给它处理好的 这颗黑蛋你别闹情绪 好好地长大 多长一点叶层出来 过个两三个月 到时候再扒你的叶片啊 乖 好了 再给它放回去吧 再给它放回去 然后你看 下了它这么多叶片下来 放在它的旁边 你就装着这些叶片 都没有成 都没有离开你啊 但是你要感到开心的是 过一个月 它们全部都会成为 一颗单独的黑蛋了 这样说 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呢 好 这里还留了两片呢 行 表现棒棒的 走 我再带你们去看一看 我们叶叉的小黑蛋 这个是我们5月27号 定植的 这一批小黑蛋 小伙伙伴们看 4月30号扒的叶片 5月27号定植的 这一颗 这么小 然后它的叶芯好黑呀 长得都还不错 你们长得可真乖呀 赶紧的茁壮的成长吧 小伙伴们 我都想把这几颗 大一点的给它们挪出来了 挪出来这样 它们是不是长得更快 长得更快的话 就可以更快的下叶片了 你看这一颗 蔷薇井 好周震的单头呀 这颗应该是一颗双头的 好好看 这一盘黑蛋的话 我没事还特别喜欢 蹲着看它们呢 我觉得它们都长得好萌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